中共軍機持續擾臺 台灣國防部21號表示 統計自今月20號上午六時起的24小時 共有20架次戰機、7艘戰艦 持續在台灣周邊活動 其中漁越海峽中線及其伸延線進入北部及西南空域10架次 根據國防部公布的共機進入台海周邊空域活動示意圖 兩架BZK-005無人機分別自南北兩端漁越海峽中線 一架直舊反潛直升機、一架次運8反潛機 輸入西南空域、更有6架次的殲-16侵擾西南空域 根據飛行路線圖顯示 一架BZK-005無人機越過中線北段 而另一架則越過中線南段 國防部表示 國軍運用任務機、艦及岸支導彈系統嚴密監控和應署